黑風都還沒有真正到 但已經出現了露樹 果實 砸破車窗 樹枝還差點砸傷人的意外 地點在臺中南區 有車輛停在行道處上 卻被重打一斤的芒果 直接給砸破車窗 而且非常巧 臺中北區也發生類似狀況 是有四層樓高的大王 椰子樹 動輒兩三公斤重的樹枝 樹葉倒下 差點砸過路過的民眾 民眾抱著年幼的孩子 好端端走在人行道上 但每隔幾秒 突然一大片動輒兩到三公斤的 椰子樹枝葉從天而降 巨大聲響讓目擊民眾全看傻眼 好在人沒被砸中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雖然說這個樹是自然生長 可是既然長在這裡 就是他們的財產範圍 他們本來就是要自己要去保護它 回到事發現場 台中北區的金武圖書館前 兩棵大約四層樓高的大王椰子樹 看似無害 但無風無雨 葉子卻掉下來 重力加速度 這力道可不容小覷 尤其颱風要來了 行道樹安全 划上一個大問號 一大顆重量超過一斤的芒果 直接砸破擋風玻璃 落到車內 讓車主好心疼 怎麼好端端的把車停在車格 過一個晚上 車子就被人行道上的芒果樹砸到面目全非 受害車主可不止一位 白色轎車擋風玻璃同樣也被芒果砸到碎層蜘蛛網狀 這維修費用動輒近萬元 台中南區南河原道附近一整排的行道樹全是芒果樹 事發後相關單位緊急修建 因為果樹並不是市府行道樹建議種植樹種 目前已與地方討論及溝通 正評估提報南河原道果樹 臺風還沒來行道樹卻頻頻發生落果落葉砸落人車的事件 養工處緊急巡叉 就怕颱風一來造成更大災害 記者高於立領播從台中報導